来到新疆才知道的是 第一 来新疆不会有高原反应 有的只是醉痒 第二 原来新疆买东西 论公斤不论斤 第三 夏天的新疆 晚上11点绝不会有人催你不要熬夜 因为晚上11点天还没有黑 早上8点绝不会催你起床 因为10点才上班 来到新疆你才知道 这里的风景是真的漂亮 这里的人真的善良好爽 这样的新疆你会来吗 新疆十大必吃美食 上级 第十名 喀萨克最具代表性的美食 熏马肉 熏马肠 第九名 营养丰富 代客必备的手炸饭 第八名 软弱Q弹的腐辣羊皮 第七名 吃了便再也借不掉的美食 焦麻鸡 第六名 又爱又恨的新疆切糕 第五名 三日不吃便想得慌的拉条子 第四名 外交理论满满都是养肉线的烤包子 第三名 新疆经典名菜大盘鸡 第二名 占着是更有味道的红牛烤肉 第一名 招待贵宾 让人垂涎三尺的烤全羊 这些美食你喜欢哪到呢 朋友 这个多少钱一个 一个人八块钱 一个人八块钱 新疆很好 新疆好东西 这份高中的多少钱了 二十一个 二十 十块钱你能在伊犁吃了什么 五块钱一个的清水羊蹄 你能吃两个 两块钱一个的烤包子 你能吃五个 一块钱一串的烤干子 你能吃十串 两元一个的羊肉韭菜包子 你能吃五个 一人千一杯的各种水果饮料 随便你喝 这样的伊犁你喜欢吗 经过两个小时的门烤 混合着烟火和果木香气的烤全羊 就完成了 羊腿肉质酥烂 味道香醇 色美肉嫩 鲜香似意 这个能多钱一个 五菜 在新疆有这么一句话 可以一日无菜 不可一日无能 这狼在新疆就基本上作为主食 每天是必吃的 是你们来到新疆 一定要尝一尝这边刚出来的热热服务的能 会不会的好吃 哇 这个 你搞了多少钱一串了吗 三块 三块 好的 三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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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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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块 你就是土域勾了 你看看 四块 五块 五块 六块 五块 五块 四块 我们在青断